AudioJungle 2016年党媒首次披露官员为716末人,是中国市上官员最多的,而他们的三公消费,据2013年统计就已经高达9000亿,是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%,中共官员退二线,吃空想去大陆。 官媒,1月28日报道,一些领导干部因身体、年龄、岗位、压力等原因,由实质改虚实LDQUO,退居二线的DQO后,不上班拿公司成常态。 报道立局,广西某县教育局副局,常改当主任科员后,长期滞留北京,一些必须齐签字的文件长期堆积,LDQUO,他以致并为借口前往北京,实际上约在京工作的儿子在一起。 EARTCO,当的纪检人士说,西部某深度贫困县县县服,平板主任,因LDQUO,工作压力大LDQUO,申请改虚实后,想上班就上班,不想上班就长期待在农村老家,偶尔在单位现身,也穿着运动装,某沿海城市畜牧水产局局,长,二年前,改任主任科员后,局力安排他在休渔期进行渔船巡查, 但他几乎没寻查过,LDQUO,除了非参加不可的会议外,平日在单位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,EARTCO,该局工作人员告诉陆媒记者,报道称,这样长期L,COD县LDQUO,的干部是一个庞大的群体,在西部许多县职机关的科,及领导干部中,这样的干部,大约占总数的30%,有的县比例甚至更高, LDQUO,占编部谋事,在编部在港而抗议成人人皆知的潜规则,一名县区纪委书记,告诉陆媒记者,这样的干部有的全心思投入第二职业,安排的会不开,工作不做,有的人甚至未经批准擅自出国旅游,而许多这样长期,不在港的干部奖金,工资还不少,LDQUO, 别看他们长期不干活,但绩效工资是我们的好鸡肺,一名基层干部说,不少干部觉得不公平,也学住得过且过,之前,中共官员兵烦,爆出,上班时间隐乱,赌博等丑闻,如,湖南官方曾通报, 称州市有四个县区的14名官员,上班时间浏览色情网页,看淘宝网页,在电脑上玩游戏,有网民爆料,湖南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布局长肖明,多次在上班时间与不同女子开房发生性关系,四川省绵阳市中院办公室副主任唐某和该院女婷长高某在LDQUO,上班时间通奸LDQUO,中国史上官员最多的中共统, 支持七句炉梅中,国经济,2016年6月21日报道,据人社部5月30日发布的,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,下称公报显示,截至2015年底,全国共有公务员716.7,默仁,2016年4月23日,湖北省武汉市中南,财经政法大学考点,考生贸与参加比试,网路图片, 此前大陆媒体还称,除了中共定编的700默公务员外,吃财政的其他人员,保守的数字,早已超过600默之重,如果再加上冠以各种名目的地方人员,包括各类城管,协警,联防队员,这个数字可谓达到LDQUO,灾难LDQUO的程度, 中国的LDQUO官民,比例RDQUO,应该至少是1比21,早在2005年,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撞冷表示, 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了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,员超过了7000默仁,官民比例高达1比18, 数名LDQUO感性的冷眼看世界COO,发表文章表示,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的区,超过7000默人口的国家,也只有区区16个, 这个数字只比越南、埃及少一点点,而比伊朗、土耳其多一点点,等于一个法国或英国,再加一个希腊或白俄罗斯,或比利时,或葡萄牙或匈牙利, 从历史看,各朝代政府官员与人口的比例是,汉朝为1比7000,唐朝为1比3000,明朝为1,2000,清朝为1比900, 现今中国的LDQUO,官民比例LDQUO,约是汉朝的350倍,清朝的45倍,从横向看,日本官民比例为1比200, 大陆的官,民比例约是日本的10倍,央官,超巨额的财政支出,据中新网,2013年3月报道,据专家估计,全国三公消费总额近年来突破了9000亿元, 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%,由于官方无相关数据公布,只能从前报道的霍言片语中推算, 2006年3月12日,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中共政协委,原刘光复的话报道,LDQUO,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而口, 当年10月31日,廖望周刊报道,2004年官员公款吃喝3700亿元,中国统计年舰的数字显示, LDQUO,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,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,用就达3000亿元, 而口仅这三笔款项加起来,三公消费就已达9000亿,中共推行的样老金双轨制和官方LDQUO, 三公消费LDQUO,一直备受舆论诟病,网络图片,有媒体报道的数据更高,前香港卫视执行台长阳锦麟主持的电视节目,天天看第17透露, 2012年中共的三公消费高达3.9末亿,中共正普出了公开的项目,仍有未公开的行政管理费用等项目, 庞大的财政支出造成的浪费,挤占了教育、卫生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临生支出,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,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,